Hello 大家好 莎姐 莎姐明天又要罷工 不是什麼工會的罷工 純粹是自己罷工 因為剛才不知道為什麼肚射 是肚射了好幾轉 真是射水 幸好剛才馬上出一下武漢肺炎 是什麼呢 會不會肚射呢 是不會的 應該是我剛才吃了一些油膩食物 或者是凍餐的肚子出現的症狀 應該不會去急症室 因為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不會添飯添亂 我想當作減肥 寫多幾轉就可以了 我站在那時候有個醫生跟我開玩笑 他說 嗯 那時候我也是肚射 我跟醫生說 有沒有止射藥 我給止射藥 你就是把菌射回肚射 肚射 肚射 你就是把菌射出來 如果我給止射藥 你就是把菌射回肚射 你一直都不會好 我可以給你 但你不會好 那你是想射 他也有說 只要你確保水份是補充足夠 你可以射完菌射就會好 我那時候真的 哇 謝謝你醫生 你說完這些事情 我給你幾個水 看醫生 你就說完幾個東西 就敷衍我 不過那時候 幸好我是拿公司的醫療卡 不用我自己的錢 真是謝謝你 然後也是 算了 既然他都這樣說 射了出來 那些菌射出來 會比較安全 那就算了 回家射吧 所以我這次 我也是不會去看醫生 因為當時可能 都是正如醫生說 要是給點止射藥 因為政府醫院 一定是給止射藥 立即止射藥 如果要特赫止射藥 我也有 我自己也有 也不用滾搞他老人家 也真的天發天亂 很大機會我自己 凍襯的兔子 或者剛才吃得射藥多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以前 年輕的時候 不停地吃射藥 是沒有事的 現在年紀大了 是少吃了射藥 然後一吃射藥 就會肚子 那我是不是要 健康的位置 以前是很厲害的 萬能達 射藥 辣的食物 都吃了都不會肚子 但是現在是會的 所以 要不就戒口 你知道這個可能性是極低的 要不就 我去旅行的時候好一點 不是去旅行的時候 不肚子 我去旅行的時候 我通常就吃止射藥 打底 然後就去吃 亂吃東西 我是反轉的 我通常是吃止射藥 然後就去亂吃完 因為知道可能 吃那些燒肉 那些 油膩也是會吃的 所以吃完打底 然後吃完燒東西就沒事了 然後回家 回到酒店再吃一些 消化的那些 所以大家就不用擔心 明天我都可以在家裡休息 大家不要羨慕 真的不要羨慕 因為薩姐 不上班就沒有錢 再說一個更有趣的事情 薩姐其實也在想 在想的前不辭職 這個事實 為什麼呢 因為旺角是對我好的 OK的 但是有時候 我經常都覺得 有點怪怪的 那次我的經理跟我說 你手頭上的工作做到什麼時候 然後我還要多少時間 我就想著會不會是怎樣 然後我就計算 與我平時速度 可能還要做多十多個工作日 那就可以了 因為我回到135 這十多個工作日後 可能是三、四星期 整個月後 我正在看 看看如何再頒些工作 給你 我就在想 你是不是意思 是不是沒有工作呢 因為很有趣 我經理是繞圈 說話繞圈 是繞到你完全是 不是那條路的 所以在想 是不是公司沒有工作呢 是不是要我走呢 我又不知道 另外我趴下說 當然不會 走也是另一個先 怎麼會是你呢 你是不上班 你不上班是沒有錢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有些人是全職 上班是睡覺的 是有這樣的 那隻大王嘟 上班是睡覺的 或者是釣魚的 然後又做錯事 那就是先說一說 大王嘟 當然 我又發覺有件事 這個經理令到大家 令到我有點不開心 這個事實 他又不會直接跟我說 他就會跟其他人說 我好像還欠他幾分鐘 其實我是沒有欠過他時間的 其實如果你遲到 你是要補幾分鐘給他 第一我極少遲到 第二我通常遲到那天 我已經補給他 我記錄時 可能9點半 可能9點35分 我就記錄9點35分 但是我走的時候 我沒有記錄5點35分 我就沒有記錄 因為他簽到就是簽到 你什麼時候回來 就是9點幾 和2點幾個小時 你簽到 我就沒有特別記錄 說我幾點走 但是我時間錄 我就記錄了 那麼多分鐘 其實我是每次都補足 當日就已經補足給他 我是沒有欠他的 反過來 如果你是這樣計 我很多時候 早上的時候 可能我回答三回答四回 我就已經在開工了 我不是說真的等到答半才跟你開工 我會覺得這樣做法 是令到別人很洩氣 你這樣計得這麼清楚 OK 如果你是這樣計得這麼清楚 我就跟你計清楚一點 但是 你又會令到員工洩氣 打擊得很厲害 那個睡覺那個 我不是經常出去的 因為大家見過我的辦公室 我不是我自己本身有自成一角的 我除了去廁所之外 或者拍攝人之外 才會出去 基本上我都很少出去 但我都遇過幾次去釣魚 在睡覺 那你想一下 那你不抓他 你抓我 好日都不遲到 就是 好日都不遲到 遲到只有幾分鐘那個 所以我是有一點不高興的 但是我的拍檔也跟我這樣說 如果你都走 我的士氣一定打擊得很大 還有我自己看 近來都有一些全職的請會計 當然做全職的人工高很多 相對我現在這樣拍法 人工高很多 如果這裏不做135的 其實做全職的 24那裏我可以調去星期六日做都可以 他都說過 那當然人工賺很多 但是 也有想過 我能否適應到呢 所以現在 真是兩難 我相信可能過了幾年 還有更多空缺 因為很多大公司現在都聘請 但是他要求不是很高 難聽你過他要求不是很高 但是呢 可能他也聘請不到 可以看得出 其實這些大公司這麼福利 為什麼還要聘請人呢 特別機場那些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就是因為 其實已經很少年輕人 是願意工作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一工作就 五毛 一工作就等於申請不到公屋 他們每個都會想 申請到公屋才工作 也很多人喜歡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是可以天天蹲在家 不做事的 都見識不少 我自己 都見識不少 可以一天蹲在家 他又有錢勢的 很奇怪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有錢勢 但是 當然住當然是貼家人住 但是他又不做事 他又有錢勢 很神奇 我也希望 盡快 市場也好 因為未來也有很多飲食業 酒店業 尤其是賓館 次一級的那些 不賣集團式的那些 經營那些 很多都會收拾 很多人都被裁出來 希望大家都能夠平安度過 現在暫時都有疫情 我都暫時不打算開班 我都積極準備一些開班的物料 希望都可以幫大家轉型 也都建議大家去讀一些文職的課程 可能是一些電腦 很多時候工會 我不介意你們去那些 黃絲工會那裏讀的 不介意 但是你真的 不要讓他們有什麼宣傳洗腦就可以了 我也知道很多 因為那些好像 其實有些是政府資助的 如果你真的沒有工作 我記得有些是政府資助 你沒有工作的話 你可以免費讀那些課程 我覺得如果與其沒有工作 只是花一點車錢 那你都去讀一些 那些叫做 Office的課程 到薩仔開班的時候 教會計 那你就可以接到 好嗎 那希望薩仔都希望你們可以轉型 也都希望這個經濟會盡快更好 那這次就說到這裏 好啦拜拜